大家好 升旗而得讀 今天是2024年5月2日 今天是星期四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3月24 今年是甲晨年農年 這一節 當然是要揭露這個星期 就是五一黃金周的 要跟大家揭露五一黃金周 最新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 是大量香港 的建制派媒體 基本上 是全部在報喜不報憂的 他們絕大多數的 報導的口徑 是完全統一 現在用中文去搜尋所謂的新聞 和資訊 相當之恐怖的 因為 全部有海量 的新聞攻勢 事實 就是五一黃金周的長假期 是沒有辦法挽救 香港 頹廢 的零售經濟 還有 餐飲業的 這一節我們為大家詳細 解說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各位做好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 請各位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就是這麼簡單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幫忙 好 經濟能力許可聽眾 記得繼續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將會繼續和大家緊守著 最新的時事 還有多角度分析 好 也都請 各位 未安裝VPN就盡快安裝了 看看五一黃金周 五一黃金周 成為了香港的藍絲 還有香港的商家 還有香港政府 重要的面子工程 大家也知道 其實 藍絲的經濟利益 跟香港政府的面子工程 是兩樣 矛盾的事情 即是說 他可以營造 香港的氣氛很好 很簡單 只要報導不斷寫 就可以了 因為不需要 有事實的經濟利益 但是香港的商家 尤其是藍絲的商家 我們最想要的是實質的經濟利益 而不是 是藍媒的新聞報導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揭開 基本上現在 香港就是用假新聞 蓋過了所有發生的事情 我已經跟大家做了詳細研究 不信 在搜尋器看看 這個責任不關Google的事 因為 關於香港 的 流量 的中文媒體 基本上 是沒有了 正常的媒體的 只有親建制的媒體 你找 五一黃金周的 接著去嘗試搜尋新聞 你會找到以下的內容 截至晚上9點 17萬內地客戶 下來香港 比上年多了3萬 這個不用說了 香港01 然後有一個追新聞 然後又有其他 香港的男媒 說呂法局 5一煙火 有個笑臉 客戶是17萬內地客戶 然後 加拿大星島日報 5一黃金周 香港 打入了最受歡迎 這是旅客的目的地 又說 人數增加了51% 然後是文匯大工 文匯大工說截至 10點 應該說一早 有4萬3千個內地旅客 是抵港的 口岸長順運作 大家大概知道是怎樣了 即是說 你搜尋 基本上香港的中文媒體 是徹底淪陷的 是淪圍 是排隊 是維穩色 集體 向好報導 至於食股 零售的生意如何 其實他提也不提 我們現在只知道 假如數字正確 有十幾萬人湧到香港 人數增加 但是我們知道 旺丁不旺財 這件事經常發生 其實對上一次長假期就已經是旺丁 旺財 即是說 可以有大量的內地遊客湧到香港 但是香港的生意 還有經濟 仍然是一落千丈的 這次正好是示範了 香港的中文媒體 是怎樣不可信的 因為我們也有 繼續香港的情報 提供的 很多香港的街道其實繼續 是好像死街一樣的 即是說其實這些 五一黃金州的內地長假 國內的居民來到香港 就是擁許 著名的旅遊景點 例如 尖沙咀海旁 因為說有煙花體 煙花 是出了大事的 已經有大量 的小粉紅 這個小紅書是叫回水的 說這個竟然是正式的煙花來的 簡直 就是淘寶貨 只是一個五一已經變成了 是香港旅遊業的 一場公關災難 大量內地遊客 投訴貨不對版 被人老點走下來 真實的情況 就是在五一黃金州的前夕 香港的商家 大量的零售店舖 還有食市 的倒閉潮 是完全 沒有停止的 整個香港 整體的消費氣氛 你可以用死氣沉沉來形容 想像一下也知道 如果你真是從商 我做生意不只是在5月1日那星期 我平時也要交租 我平時水電煤也要付錢 我平時薪金也要付出 我真是當你 5月1日這個星期 真的好像 大量的藍煤 文匯大公那樣報道 歌舞聲評 很多遊客啊 很開心 是不是 你5月1日 那個黃金州 可以頂半年呢 即是說我七日的生意 我做足 未來的半年 不用那麼久的 但是最低限度你也要捱到七一啦 七一又慶回歸 又放煙花 即是說你做七日生意要捱兩個月以上 七一之後又怎樣呢 再下一次應該是十一的啦 又隔了三個月 十一之後又怎樣呢 要等聖誕了 中國大陸 是不允許慶祝聖誕的 而且西力新年 也不允許 隨值倒數的 好啦 即是說如果 過了十一之後 我又當你十一 很多遊客下來 往後那幾個月又怎樣呢 吃菊種的 然後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要等到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一般 就是去到 西力的下一年的2月 中間 整個四五個月 那到底做甚麼好呢 數手指 所以正常的商家 現在 發現做不住 其實是叫做斬攬的 即是說 沒有生意 我預期多虧幾個月本 不如選擇是結業的 結果 這個叫做五一黃金州的前夕 其實香港 四周圍的倒閉潮 是完全沒有停止的 好啦 雖然大量中文媒體有海量攻勢 但是路透社仍然報導的 說這個在旺角 開了日本禮品店舖已經12年了 他說當初旺角 是一個擺滿了攤位 小食 還有 旅客的地方 12年後的今天 逛街的人潮 是大減的 再經過武漢肺炎 還有大量的外籍人士離開香港 香港人回到中國大陸 或是去了日本消費的 結果 大量的客戶 是徹底在旺角消失 所以 這一位受訪者 就說我不能夠 不關閉一個實體店的 他生意不是不做 不過成本太高了 實體店不做了 改為是做網上交易的 而這個也是中國大陸的情況來的 各位知不知道 中國大陸現在 是很多人好像學了香港 是學人炒舖的 以為坐在那裏收租就可以 即是說中國大陸的種種風氣 是很喜歡 向香港學習的 其實到今天也仍然是一樣 就算香港 已經徹底不再是國際金融中心 因為中國內地 的宣傳 和認知 香港仍然是一個 大城市 來的 所以他們仍然有很多遊客會走下來 他們每樣東西覺得學習 香港 就可以 自負 所以也有很多 內地人學了香港 是打算 買店回來收租的 結果 一個疫情 一個封關 其實最重要的是 三個字 叫做習近平 習近平足以 把 中國大陸 整個經濟摧毀 買店打算收租 現在中國內地 每個都做網購的 實體店不做了 反正也沒有人來客 好在有這個 露透社爆料 我們也有做獨家爆料 大家可以詳細看看 雖然不是說沒有人 但是很明顯 香港 街道跟以往相比是少人了很多 這個叫做尖沙咀的K11 情況也是一樣的 還未到黃金洲之前 整個尖沙咀 就好像死成一樣的 勉強叫有些人走過 但是人流 坦白說 跟我在 英格蘭隨便撿個城市 市中心是差不多的 但是很多 英格蘭的不是大城市 不算倫敦 萬成 百明漢 基本上 人口是有限的 但是就這樣看上街 那個畫面居然跟香港 應該最旺的地方 人流是差不多的 甚至乎其實我覺得 是 英格蘭的城市 人流更多 各位知不知道英格蘭那個 很多城市 街鋪的 舖租 可能 是香港的幾十分之一 你想一下 到底香港 怎樣維持下去 人家英格蘭 隨便撿個城市 市中心的人流更多 你的租金 隨隨便便 可能人家 是二三十倍以上的 到底 誰可以在這裏做呢 真的不是開玩笑 如果在英國 如果你的店鋪 是晚一點收 其實應該生意 真的不錯的 因為這裏的店鋪早收 所以通常 是有色人長 例如可能是中東人 土耳其人 他們開的那些店鋪做外賣 是去到 是 深夜都不收 應該 真的可以賺大錢 這次是五日黃金周 目前已經演變成為一場 內地遊客要求回水的公關災難 所以 我們仍然有重要功能 就是因為 香港的媒體 尤其是親建制媒體 是徹底等於封鎖之術 絕對現在 是不可靠的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Surfshark VPN 國家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天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 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 Wirex App